Hi , 大家好 , 又是我 Patrick 在這裏同大家講金和銀 在這集 , 我就想同大家研究吓 通脹會代表我們有什麼影響 聯儲局就說有工具來控制通脹 究竟是什麼工具 ? 另外 , 亦同大家睇吓 市場究竟是幾嚴重被操控 事不宜遲 , 我們立刻睇吓 第 131 期的金銀周報 上一集播出之後 , 亦有好多網友繼續問我 究竟不同國家 , 他們應該是幾時完成 Basel III 協議標準規定 ? 大家睇吓這則新聞 BCBS 監督Basel III 協議機構 宣布最終將Basel III 協議標準實施日期 推遲一年 直至到 2023 年 1月 1號 他們說 , 應該對疫情對全球銀行系統影響 而導致當前金融穩定 以作優先事項 至於不同國家對Basel III 的準備是怎樣 ? 這圖 , 亦都很清楚顯示 對於Basel III 每一個規則 , 不同國家進行的情況 他們分開有 1-4 階段 第 1 階段 , 改革條款撐寫 第 2 階段 , 公佈改革條款 第 3 階段 , 完成最終改革條款的草案和公佈 第 4 階段 , 完成這個草案並且實施 大家都可以睇到 , 基本上 , 在2019年 1月之前要完成的事項 大部份銀行都已經完成 跟住下來 , 最後限期將會在 2023年 1月 而我發覺 , 有一個國家叫KR , 韓國 基本上 , 它對協議完成得最多 至於哪個國家完成得最少 大家在圖上可以找一下 我亦都將發佈圖連結放在這頁最頂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睇吓 , 可以去睇吓 美聯儲剛剛結束意識會議 路透社指出 , 美聯儲可能會削減對美國經濟支持 同時減少每月購買抵押貸款 , 支持證券和美國國債 共和黨和一些著名經濟學家表示 通脹已經處於令人擔憂的水平 他們擔心決定加息時間為時已晚 任何突然加息都可能引發另一場衰退 鮑威爾說 隨著重新開放 , 繼續樽頸 , 招聘困難 和其他限制因素 可能會繼續限制供應 , 調整速度 從而增加通脹可能比我們預期更加高 和更持久的可能性 雖然美聯儲尚未睇到整個經濟普遍出現通脹 但鮑威爾明確表示 美聯儲有工具控制通脹 在我同大家睇美聯儲有什麽工具之前 我同大家睇吓通脹周期 通脹周期是分4階段 第 1階段是擴脹 這個經濟增長為正數時間 通貨膨脹率為大約 2% 美聯儲認為 2% 是可以接受的通貨膨脹 進入周期第 2階段 叫做高峰 當經濟增長超過 3% 就會產生資產泡沫 大家都知道 , 目前資產泡沫都已經很厲害 情況就好像現在 , 資產市場價值 比潛在實際價值增長得更快 跟住 , 到第 3階段 稱為收縮 隨著市場抵制任何更高價格 增長率變為負值 如果持續足夠長時間 可能會造成經濟衰退 最後一個階段 , 稱之為谷底 即是跌到最低 到時 , 就是經濟衰退的時間 可能會發生通脹緊縮 這樣 , 商品和服務價格會下降 這個是比通貨膨脹更加危險 大家都知道 , 美聯儲設定目標通脹為 2% 如果核心利率遠高於這個水平 到時 , 美聯儲將會用抗通脹工具 所以 , 如果通脹控制得不好 有機會出現經濟衰退 甚至變成通縮 有到時間 , 請大家支持我 如果你未訂閱 , 請訂閱一下 請按下鐘仔 , 給點讚我 歡迎你們留言 請分享這條片給你們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跟住 , 我同大家睇吓美國目前實際通脹 市場對通脹預測 原來來自兩個地方 第一個來自防利米 第二個來自美聯儲 兩者都預計通貨膨脹率 可能比早前預測更加高 防利米對CPI衡量 2021年通脹預測 從5月份的2.7% 預測上調到5.1% 而且對2021年PCE通脹預測 從5月份的2.7% 上調到4.8% 但美聯儲目前對2021年PCE通脹率 預測為3.4% 但也高於美聯儲在3月份發布上一份報告中的2.4% 大家都睇到通脹似乎來勢洶洶 跟住我同大家睇吓聯儲局有什麼工具可以控制通貨膨脹 首先第一個 緊縮貨幣政策 控制通貨膨脹一種流行方法 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 緊縮政策的目標 通過降低債券價格 提高利率 減少經濟體內貨幣供應量 這個有助減少支出 因為當可以支配價錢變得少的時間 有錢的人希望保留儲蓄 不再花錢 在通貨膨脹期間 減少支出是很重要的 因為有助阻止經濟增長 進而抑制通貨膨脹 第二個方法 是對於儲備要求 提高銀行法律要求 保留支付提款金額 準備金要求 銀行如果需要保留資金越多 銀行對消費者提供的貸款就越少 第三個方法 減少貨幣供應 這個方法 通過制定鼓勵減少貨幣供應量 直接或間接減少貨幣供應 這方面有兩個例子 包括收回政府債務 增加債券支付利息 令到更多投資者購買債券 那些錢就會回到政府 大家都應該明白 聯儲局控制通貨膨脹工具 主要是減少供應量 收緊銀行 不要借這麽多錢出去 問題就來了 美國好多公司 就以這個借貸導入 如果美聯儲真的加息的話 這樣就逼好多美國公司 好有機會 就會破產和倒閉 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在過去個半月 由6月11號 到今日的7月29號 黃金價格 它的價錢都是徘徊在1780元到1825元 似乎黃金有無形之手按住 我們大家睇吓這則消息 美國司法部 在持續起訴貴金屬交易中價格操縱 金銀行和其他定價計劃 中薪辯護者會爭辯講 這個是古老的歷史 無論如何 欺騙並不是真正的操控 為了證實金銀行價格操控 一直持續到今日 儘管遭受到逮捕 警告和罰款 專家提出 過去一個星期 Comics 黃金價格走勢 在8月21號 Comics 黃金期權 在Comics 收盤時 到期之前7月27號 星期二 Comics 期權 專家指出 無人應該期待有任何形式價格上漲 對不同行使價格成員未平倉合約 進行簡單審查 就可以做到這個決定 銀行試圖在每一個期權到期的時間 將這個價格予他們的財務收益 因為1800美元是銀行損失最少的最佳點 正如我們過去5日 看到Comics 黃金價格 好似被磁鐵反覆吸住在1800美元 事實 , 黃金和白銀價格被操控 並沒有在2016年結束 它一直持續到現在 我們睇吓市場價格一直被操控是怎樣 我們睇吓黃金 Rollstral 羅富齊家族 在歷史上 羅富齊家族的財富隱藏在地下金庫 羅富齊家族秘密財富紀錄 從來未被審計過 羅富齊擁有這間 Rollstral & Sons 宣布退出自1919年以來 擔任主席 每日兩次倫敦金定盤交易 直至2004年5月4日 羅富齊家族主持最後一次 黃金定盤交易 黃金人為他定盤 是不是已經終結了 當然不是 羅富齊家族 亦收購路透社 路透社 又收購美聯社 美聯社 日復日選擇 向世界傳遞相同的新聞 直到最近 羅富齊家族 還控制了3大電視網絡 並且經營著美國王家駐幣廠 亦是英格蘭銀行的黃金代理 他們家族 亦控制了LBMA 倫敦金銀市場協會 在上一集我都提過 LBMA 他們想延遲執行BASEL III協議 甚至申請豁免 講到這裏 我相信大家都很明白 黃金白銀 真是有人在操縱 不單單是黃金 鑽石市場都一樣 自從1978年 有一間公司 逢星期四 美國東部時間 更新一個叫做 Web report 報告 Web report 價目標 是受到版權保護 只是給會員使用 珠寶箱和鑽石箱 是用來對消費者定價 報告上的價格 是被用作全球鑽石價格的標準 我亦都擺了這張 Web report 鑽石報告 給大家睇吓 由0.01卡到10卡以上的鑽石 根據不同顏色淨度 列出價錢 真是很奇怪 我一直都覺得好像沒有問題 其實全世界鑽石箱 都是甘願被這份報告操控 你說奇不奇呢 ? 跟住 , 我就同大家睇吓 黃金短期走勢 黃金昨日並沒有太大表現 他略微走低 在今日盤前交易中 發生同樣情況 黃金下跌大約2美元 基本上什麼都沒有改變 基於2012年到2013年和2008年發生的情況很相似 專家估計短期金價可能會走低 跟住 , 睇吓白銀的情況 白銀略微修正 但沒有回到6月中低點上方 因此 , 白銀的跌勢絕對沒有失效 似乎白銀金屬價格下一個大動作 將會下行 美元昨日小幅走低 美匯可能接下來幾個星期 美匯會飄升 這當然可能令到黃金和白銀帶來非常負面的壓力 跟住 , 睇吓這則消息 從根本來講 世界各地張行仍然堅定地致力於大規模量化寬鬆計劃 同時運取通脹比平時更刺激一段時間 這是比白銀投資者提供難以置信的機會 可以在白銀真正起飛之前以巨大折扣增加白銀 白銀不單止是一個出色通脹對沖工具 而且從電動車 , 可再生能源 , 5G 技術 各種領域的關鍵組成部分 根據專家研究 到2021年工服產品對白銀需求可能會超過3000噸 高盛預計 , 2021年下半年白銀價格將上漲到33美元 從而提振貴金屬投資工業需求 白銀目前仍然絕對是最好的投資 任何大回調都應該視為買入的機會 這就是專家的意見 跟住 , 我同大家睇吓 最近兩個星期 由7月15號到7月29號 聰明錢在貴金屬上的部署 黃金 ETF 少了13萬噸 白銀 ETF 增加了77萬噸 視乎聰明錢仍然留在貴金屬的 ETF 上 相信黃金白銀在短期裏面 應該變動不會很大 跟住 , 睇吓 過去一個星期 由7月23號到7月30號 各項指數的變動 美匯跌了0.95 金銀差升了0.6 黃金升了22 白銀升了0.09 鉑金跌了31.5 澳指升了261 而10年債息跌了0.01 跟住 , 我同大家做這個星期的總結 市場裏面 , 很多人都認為 當Basel III 落實之後 黃金 , 白銀就會大幅上升 我睇到 , 很多國家準備Basel III 非常緩慢 甚至他們申請延遲和豁免 所以 , 我對2023年 Basel III 是否可以落實 ? 是存著懷疑的態度 美國通脹上升 , 失業率增加 而30年房屋借貸利息只不過是2.8% 所以 , 令到房屋肚墨越來越大 股市的泡沫 , 仍然不斷增加 通脹 , 令到商品亦大幅上升 但令人廢解 , 黃金和白銀停滯不前 似乎操控 , 古舊歷史仍然揮之不去 不過 , 始終 , 我相信經濟理論 我相信基本因素 所以 , 我認為 , 股市是要大調整 美元是要貶值 在以上種種因素 , 黃金應該會上到4000元一盎司 白銀也會上到100元一盎司 不過 , 最後 , 我那句 變幻才是永恆 大家就要拭目以待 如果你喜歡卡麻頻道 請你分享這集給你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